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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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给你一块吧 好玩啊 装小夫妻啊 你既然是女装 你就应该跟师父一块 扮作妇女俩 天宝跟碧玉嘛 我看我看到是可以扮作小夫妻俩 挺合适的啊 挺合适的啊 让天宝照顾碧玉 师父 你说对吗 那你自己怎么办啊 那你总不能和小不点一块啊 小不点嘛 当然是跟着你和师父一块出城了 我自己嘛 好办 你有什么办法啊 我有办法呀 师父 您相信我 在安排出杭州城这件事上 看来你是胸有成竹 早已安排好了吧 师父 师兄他挺聪明的 肯定能混出城的 是啊 花哥 祝你好运 师父 我有点事 想跟茫玉说一下 我这赵大公子 有什么吩咐啊 我忘了该管你叫公子 还是叫小姐了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别说一件了 十件事我也答应你 说吧 我走了以后 不准你和那个 什么帮后同床 虽说那个帮后长得不美 那以后 再立个什么帮妃什么的 那也不准 那我同床又怎么样 我以后就不理你了 连兄弟都没得做 你走了 我同不同床呢 你也不知道啊 那就凭你自己的良心了 我说 赵公子啊 你也不是我的老婆 你凭什么管我的事啊 不凭什么 就是不准 你刚才还答应我 就算是十件八件 也会同意的 哎呀 好了 我答应你 不过您也要答应我一件事 尽管说 明天出城啊 一定要小心 万事要谨慎 千万不要给师父添麻烦 我就是替你担心 好了 你那么关心我 我肯定听你的 不过有的时候 我就是有点任性 知道就好 哎 哎 你的那本物理秘籍呢 我放在 駝背兄弟那了 怎么了 哦 我是说啊 你要混出城 肯定会用得着武功 如果你这两天 翻一翻学会两招 说不定到时候 会派得上用场 不用担心 我呀 有个更好的办法 哦 光凭功夫硬拼怎么行啊 啊 好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出城 我就不送你了 一路保重 保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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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行李 怎么还没睡呢 帮主还没睡呢 你还没睡 你也没睡啊 哦我知道了 是不是那个帮后伺候都不好 没关系没关系 我把他给废了 不是 我是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帮主请吩咐 过几天啊 我想出城玩玩 哦 好好啊 帮主你出去玩吧 只要你开心 我们盖方上下都为你高兴 我走了以后 你可就是带帮主了 可得好好照顾帮里的兄弟们 帮主放心 还有一件事 我这回出去 我准备带着武林秘籍 随时研读练习啊 对对对帮主 我给你拿 是这儿呢 我说啊 你怎么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放着秘籍啊 哎呦帮主啊 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为了这本秘籍 可是茶饭不思 坐卧不安呢 哎呀好了 这回你拿走了 我也能睡个踏实觉了 是不是 对了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啊 从今以后 帮你的一切事物 就由你自己一个人来打理了 哎呀帮主啊 你怎么车轱了话 来回的说呢 你就放心吧 我不是说过嘛 帮你的一切事物 你就转给我吧 那你好好干吧 哎呀哎 我走了啊 哎呀呀好好好 不送了啊 嘿嘿嘿嘿 太师 卑职办什么礼 请出发 啊 卑职也有失职之处 请出发 算了 胜败乃兵家常事 吃一剑 长一智 一去教训就是了 多谢太师 太师 妾手下红鼻头 绿诸如认出 丐帮新帮主 就是当日将八贤王救出之人 更有暗中放暗器者 不知何方神怪 看来我们不能低估了 八贤王的势力 啊 于知夫人所言极是 我早就说过 现在就是把八贤王杀了 也无济于事 他还有许多的手下 现在当务之急 一 要将八贤王困于折仙山庄 斩断他与其他党羽的联络 二 要搜索其他党羽 削弱八贤王的势力 于知夫人 切在 老夫让你暂且留在杭州 一 你要搜捕八贤王的党羽 二 你要追查八贤王之子的下落 千万不能让老夫再失望 太师放心 何天使 小人在 你马上回折仙山庄 务必把八贤王困在那里 小人遵命 王爷 咱们这次去折仙山庄 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折仙山庄 那毒杀中王的药丸炼造之地 那里乾坤 本王非要摸他给一清二楚 王爷 您自有神机妙算 我等世子保护在您的左右 而且绝不让您 少一根头发的 离开折仙山庄 没错 没错 王爷吉星高照 是小人过历了 这回见了小曼 我是放心不少 是我放心大胆的 闯一闯这个折仙山庄 没错没错 我跟你讲 王爷 现在郡主显然是长大了 而且也懂事多了 我还发现 他好像是特别听那个 叫什么什么什么 王坏的话 郡主是不是特喜欢他 女大不中流啊 哎呀 你少说两句啊 好不好 王爷 对不起啊 耿龙是个粗人 说话如果错了 请王爷见谅 哎呀 王花和天宝 都是可用之才啊 哦 对了 这个天宝姓长 这模样呢 长得跟长将军一样 莫非 他真是长将军的后代啊 那真是皇天有眼啊 哎 那郡主跟长天保佑 哎 本王只是猜测而已 以后啊 再慢慢的调查吧 嘿嘿 到了折仙山庄 你们两个要打起精神 保持高度的警惕 一切行动听我的命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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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边看看 请问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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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问你个事啊 别走啊 请问 老先生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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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听一下 怎么啦 老乡 这里是不是折仙山庄 哎呀 哎呀 不知贵客驾道 有失远迎啊 请问 此处是否就是折仙山庄 哦 此处就是折仙山庄 我就是折仙山庄的大管家 哦 失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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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庄主上山 庄主上山 采药去了 哦 那可是 善举啊 啊 那就请 三位贵客到庄内休息吧 谢谢 请 请 请 多谢 这一路上很辛苦吧 哪里哪里 还好 还好 请 请 请 休了天 啊 王爷 皇上的保护工作怎么样 王爷放心 川天鹰和坐地虎啊 已经把寝宫的太监都换成了自己的高徒 万无一失 可是 我总是担心 他们夫妻两个会争吵 这个 潘仁美啊 诡计多端 心狠手辣 他们夫妻两个 万一有什么疏漏 那可就 皇上就出了事也不怕 哎 耿罗 胡说什么呢 你别吓着王爷 嗯 我是说啊 如果 潘仁美把皇上给害了 正好王爷亲自登基 我再去把潘仁美给杀了 你说他男王还能成什么气候啊 王爷 我这主意不对嘛 呵呵呵 你们两个听着啊 要杀潘仁美 那可谓是易如反掌 但潘仁美全清朝野 党与季风 很多朝臣都受其蒙蔽 倘若我们鲁莽行事的话 很可能引起内战 这时 百姓生灵涂炭 那辽国呢 也会趁机而入啊 王爷英明 树小人无知之罪 你忠于朝廷 何罪之有啊 如此说来 这形势严峻呢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的 这个 呵呵呵 针锋相对 你们想 潘仁美要蒙地百官 我们就要收集他的罪证 揭露他的阴谋 以招摆天下 潘仁美要挟持个傀儡男王 做皇帝 我们就要找到真正的太子 这样才能够江山稳固 天下太平 百姓乐业 对 王爷 你说怎么干 我们就怎么干 是啊 是啊 王爷 您可真是英明神武 高瞻严重 派人美那个王八蛋啊 他死到灵头了 王爷 您是胡扶齐天啊 你呀 就是嘴甜 难怪耿禄说你是派马屁 就就是 呵呵呵呵 你们两个听着啊 这个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路呢 要一步一步地走 现在出羹已过 十了天 在 你去摸清 哲仙山庄的内力乾坤 我和耿龙等你的消息 放心吧 我送去送回 好好好 来 师父 师父 来 参见万大人 参见万大人 好好免礼 请 请请请 万大人 这就是我的炼丹房 大捕神丸 就是在这儿炼出来的 太师大功告成 隔天师 你的功劳是最大的 哦 过奖过奖 遵照太师吩咐 从速炼丹 炼制成功以后啊 这药 这药 这药无色无味 可融入任何 荆菜 拿水 吃药的人呢 我可以控制他的神智 同时呢 我也在为太师炼制 壮阳剑卫三大骨神丸 无影太师 房氏专 哎呀 这壮阳神完成了以后 天师可不要忘了小弟啊 哎呀 忘了万大人啊 不过我把大人娶妾以后 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 怎么能呢 哎呀 王爷 大事不好啊 慢慢的说 老鼠 发现什么了 哦 我发现了 炼丹炉啊 炼的是大不神门 对啊 那还有啊 那还有就是今天在庄门口迎接咱们那个老家伙 他就是葛天师啊 我还听见他对万不复说 潘仁伟那个老王八蛋呢 正在指使他炼一种那种什么 那种无色无味的能够融入任何韭菜茶水的药物 这种药物啊 他能够夺人抑制啊 无色无味 那不是很容易中毒吗 对啊 所以说在哲仙山庄的韭菜和茶水啊 咱们是万万不能吃啊 切记切记啊 王爷 那不是很容易饿死人吗 对啊 王爷 我们怎么办 你们听着啊 本王怀疑潘仁美这个老贼 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踪 很难说哲仙山庄的人没有识破我们的身份 王爷 要不我们现在就离开 不 哲仙山庄很可能是攀仁美的老巢 一定是警卫森严 机关重重 我们落叶出逃 一是打草惊蛇 二很难说不会中了他们的埋伏 嗯 即使要走 恐怕也不会很顺利啊 王爷 要不我们闯出去 我和老鼠两个保护您安全的离开这儿 嗯 不 硬闯不得 你们要知道 他们的注意力在本王身上 他们不会把本王怎么样的 倒是你们两个要出去 出去之后 赶紧到杭州城外岳家庄 找员外岳功名 让他派人来营救我们 不 我不离开王爷 要闯让老鼠一个人去 我也和他出去送信 我也不离开王爷 飞天署 你轻功好 此去杭州千里迢迢 一路小心啊 嗯 那你保重王爷 嗯 你保护好王爷 你放心 我寸步不离王爷 王爷 告辞了 老鼠 小心啊 这盼人被太可恨了 总有一天哪 本王要把葛天师万不复 秦次使这帮人统统抓起来 审查他们的罪行 作为攀人们里窜潮乱阵的人 太师 二五三好 我却是穷凶极恶的山林猫贼 服了八天的大武神完后 他就丧失意志 变得唯命是从了 二五三好 是你的右腿 是你的左腿 你 慢 行 下去 走 走 这八天时间 太麻辣 能不能当天就见笑呢 哦 太师 这新的更神速的神丸 就快要练成功了 哦 那好啊 既然八仙王他非要追查这个要丸的事 那你一定要好好款待 是 这样 八仙王就可以在百官面前赞成老夫拥戴新军的主张了 各天师 你还要多练一些 老夫还要对付那些个不识抬举的家伙们 太师英明 太师真是凶才大略 如果全国民众都服了此要 那天下皆顺民了 哈哈哈哈 呵呵 convicted 可天师 老夫一旦登位 你就是国师 我要让你享尽天下的荣华富贵 好好 哎呀 谢主龙恩 巫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诸巫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好 好像 两位爱情情急 wiel 二位怎么要走啊 没有 我是什么 请先喝杯香茶 等会我亲自送你们走 好 请 请 你们干什么 八仙王 你没有想到吗 你进了遮仙山庄 就别想出去 你杀 王爷 快走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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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王爷 怎么样 你腿怎么样了 先坐下 来 好 来 来 没事 有 有你在 我就没事了 王爷 我不会走的 除非我战死 哎 不要说死 咱们两个都不能死 啊 一旦我战死了 只怪我护不了王爷了 我们都不会死 看他们怎么对付我们 老王 哎 客官 哎 你有何吩咐啊 这儿 离杭州有多远啊 哎 客官 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嗯 您要坐船呢 那就方便多了 哦 啊 明白了 明白了 小姐 抽转庄到了 请下车吧 是 好帅气啊 你别找我了 哎 哎 黑楼得哪里呀 小姐啊 这人多的地方 可不要去紧啊 老爷吩咐过 买完抽端就回去 哎呀 大管家 我爹一年 也不让我上一两趟城里 我不多棍子 还怪 哎 你看这人吧 这人叫王花 在武林大会上夺魁 他得到名震天下的武林匿集 他现在就是天下的第一大侠了 啊 第一大侠 是啊 哎 走走走 买布去 啊 阿清啊 看好马车啊 是 哎呀 小姐啊 买布啊 哎 大管家 哎 你看这块布好不好 好看 哦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穿在小姐身上啊 比仙女还好看呢 哎 老爷吩咐过 只要小姐喜欢 什么都要 这布就买下来吧 银子不是问题 老爷对女儿可宠着呢 嘿嘿 阿清啊 哎 大管家 来来来来 搬东西 把东西搬到车上去 啊 哎 哎 哎 小姐 咱们赶快上车 回去吧 哎呀 知道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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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搜查 这是岳家庄 岳公林 园外的车 车上坐的是 园外的千金 怎么能 人造 你们来搜查呢 小废话 问我是谁 都得查 来 快点 什么事啊 什么人 哎 什么人 小姐 小心 哎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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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啊 姑娘 让你受惊了 喂 你是什么人 说在下刚才不知道 原来你就是大名鼎鼎的月圆外的千金 说在下王花刚才无礼了 你就是王花 是啊 就是武林第一高手 就是夺得武林秘级的英雄 那件事情啊 纯属于巧合 只是撞上好运气罢了 我就说嘛 完璧是撞不到英雄的 哎 而且老天这次也有巧安排啊 什么巧安排啊 我本来呢 是要到岳家庄去的 而且我师父与你爹是多年的好友 我师弟师妹嘛 估计现在已经到岳家庄了 哎 这不就是老天的安排吗 啊 那可真是巧了 哎 我的家庄呢 哎呀 我差点给忘了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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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这对不起啊 我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没事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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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王花没有 哎 哎 没有 没有还敢回来见我 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哎 有 有一辆马车冲出城去了 驾车的人不知道是不是王花呀 哪来的马车 是岳家庄的马车 官兵把他的管家和家庭全放了 你们马上去岳家庄打探 是 李兄姐 阿晴 那 虽说王花为人聪明 但是我也实在担心他混不出城啊 哎 我现在真有点后悔 当初答应了 让他一个人自己想办法走啊 哎 哎呀 老兄 别担心 王花这孩子 他够机灵的 光且御师先顾及他人安慰 然后才会想到自己 可谓是有勇有谋有义之人啊 他一定会从城里面出来的 哎 岳兄 我知道 你喜欢他是一回事 可老天爷给不给他这运气 又是另外一回事 哎 我真想现在就 嗯 你不是想回城接应他吗 如果这样的话 倒不如我亲自出面 跟秦大人说一声 连武林大会夺魁的人 都被罗织罪名通缉 这成何体统 我要让他取消通缉王花之力 师父 爹 哎 王花 哎 我说像王花这样的人能回来吧 哈哈 爹 你看 我把王花带来了 哎 我说他们会回来的吗 师父 这就是月圆外吧 嗯 月圆外 在下王花有礼了 见鬼我能逃出京城 多亏了小姐的相助 还有众家丁的帮忙 改日 我还要向他们道谢呢 啊 王公子是施了一条妙计 混出城的 哦 果然是有勇有谋之人啊 别买过奖了 师父 师弟师妹他们到了吗 他们都到了 一路顺利啊 他们扮成两个小夫妻 一路上有说有笑 出城门的时候啊 还假装亲亲热热的 就混了出去 小曼就不同了 跟着我这个假老爹 哎 一路上一言不发 好像心事重重似的 我啊 只好装着他像个不听话的女孩 哎 这 一路上骂着出了城 也许他跟着你这个假爹出城 想起他的亲爹了吧 哎 不 出城后他告诉了我 他是听了你的话 才沉住气 任着我这个老爹叙叙叨叨的责骂 哈哈哈哈 哎 莲儿啊 王花也劳了一天了 快带他到客房休息吧 爹早就该这样了 他要留着人家在这儿问长问短 这孩子快去快去 梁公子 请跟我来 啊 在下先告退了 好 请 小姐 嗯 天牛 老爷 我已经把鲜鱼鲜肉 还有七谈的酒都运来了 来得正好 今天晚上我正准备大演客人 你快去吩咐厨房准备 是 哎 老兄啊 嗯 何必这样客气呢 哎 这次我们来 已经大大的打搅老兄了 哎 你还要这样款待我们 哎 真是过意不去呀 哎 哪里呀 我呢 今天正好有一件喜事 要宣布啊 是吧 那我就恭喜岳兄了 哎 今天会不会是岳元外的六十大寿啊 是啊 大叔应该早说啊 干嘛心土土的 真的吗 来来来 直接枪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坐 啊 各位都坐坐坐坐坐 各位 我今天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喜事 气凶高徒王花风流潇洒 文才武略十分了得 今日一见果然一表人才 老夫要将我的爱女英年 取配给王花王公子为妻 啊 所以我今天请大家来 大家一起庆贺一下 哦 哈哈哈哈 岳元外 小生虽对恋爱颇有好感 但是我觉得这婚姻大事 应该先禀告父母才可以定夺呀 哎 这个自然 七兄 不知你意下如何 岳元外此举 未尝不是好事啊 可是小徒的婚姻大事 哎 这 为事的不便多加干涉 还是由他自己来决定吧 啊 王花 王公子 那么你的意思是 我 我 回元外 万卑现在 公未成 名未就 虽然得到了秘籍 但是尚未练成啊 如果说先代成亲的话 我想会耽误练功 这样会影响我的前途啊 你说是吧 果然亲分 这样吧 今晚就当是老夫向你提亲 你啊 记在心上也就是了 哎 我 岳元外 我反对这门婚事 这假戏不能真做呀 王花公子与岳小姐 只不过是一面之交 这样这谈婚论嫁 岂不是把婚姻当成儿戏了 对对对 老爷 少公子所言极是 还望老爷三思啊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滚出去 是 自古以来 儿女婚姻大事 都是由父母长辈做主 况且我也争得小女的同意 这儿戏一词 从何谈起啊 岳元外 我认为你这是草率行事 这样既误了王公子 又误了岳小姐 总之 我反对这门婚事 小麦 小麦 你用情不专 建一个爱一个 修不修 人不风流 网少年嘛 这你都没听过 我告诉你 你以后再这样建一次千的 我跟你 连兄弟都没得做 我说小麦 做兄弟的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啊 你要这样 人家不知道了 还以为咱们有断袖之屁呢 多丢人呢 你 王花果然逃到了谁 我们怎么办 洪哥 岳家装人多势众 况且王花六五一高强 我们抢闯会 还是我们去报告夫人 再做打算吧 走 哎呀 齐兄啊 我怎么忘记了 八千王就这么一个女儿 那赵小姐 那是女扮男装啊 哎 那又怎么了 他是不是爱上宁图了 要不然的话 他刚才为什么那么冲动啊 哎 岳兄 我对此事确实不太了解 不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 却大有可能啊 你知道我这人粗心 对此类事情向来的不太在意呢 哎呀 我和八千王 那是几十年的莫逆之交啊 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坏了我们多年的交情 今晚这定情酒 不喝也罢 嗯 铁牛 铁牛 赵公子 你为什么要支持我 反对岳小姐定亲 我 我 哎呀 有话你就直说嘛 不要吞吞吐吐的 我 我喜欢小姐 是这样 那 岳小姐知道吗 我不清楚 那如果我听你去说 你觉得怎么样 赵公子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我不配 哎呀 这配不配的事情 你要去问他 说不定啊 他也会喜欢你的 公子 公子 哎 哎 铁牛 哎呀 你看你 你把铁牛都吓跑了 对不起嘛 算了 不关你的事 说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是来告诉你个好消息的 什么好消息啊 啊 月圆外说 不能为这事伤了与你爹的和气 所以取消了今晚的定亲酒宴 今晚啊 只是喝酒清楚而已 好 那我现在就去痛饮一番 顺便的跟月圆外赔礼道歉 走 走 王爷 哎呀 王爷 这几天你不吃不喝 这万一饿死了 你小刀可担当不吃 哎呀 你烦不烦啊 本王正在练功啊 我练的这功啊 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他人没想让我吃这个菜 中了灯 让我听他的 不不不不不不 没毒 没毒 不信 我吃给你们看 没毒吧 这也没毒 这也没毒啊 嘿 有毒 我还敢吃啊 是啊 你都吃了解药了 吃什么都敢吃 哎 你求 我的大爷呀 你叫我说什么 你们才能相信呢 哎 没有解药 没有解药 哎呀 大爷 您非让我跪下来跟您说 您才相信博士 哎呀 你们死了 我也活不了啊 呃 潘太师 不准治解药 你给 潘人美立了大功 你怎么会死呢 实话对你说吧 太师只想软禁你 没你这根定海神针露面 呃 谁也坐不稳 你这个皇位呀 出去 呃 你们吃 你们吃啊 嘿嘿 哎呀 你快走啊 哎呀 看龙啊 吃 啊 不 王爷 哎呀 你听我说啊 真的没有解药 所以 这饭菜里边 也真的没有毒 潘人美只是为了控制人 他怎么会用解药呢 第二 潘人美想扶南王登上皇位 没有我这块金字招牌 嘿嘿嘿 那怎么行啊 他想让我吃了菜 中了毒 变成疯子 这样他就得不到民心了 哎 王爷说得有理啊 哦 为了以防万一 我先吃 哎 风险呢 还是要冒一点点的 不过咱们不吃 没有力气跟潘人美斗啊 这叫不吃白不吃 吃 好 吃 王爷 阿贤王吃了没有 对 还没吃呢 嗯 到天了 有的泪水和梦 一起流到天了 把你抱在怀里 传在你 不怕时光太短不能纠纵 我牵你的手来唱 我们说你的梦想 怕你刻在心上 怕心不太暖 不能就偶尝 用力就做了 一切分离都不需要思量 用力就做了 一切梦里都不阻挡 不能阻挡 你的泪水和梦 一起流到天亮 把你抱在怀里生怕失望 太短不能纠纵 握紧你的手来唱 我们说你的梦想 怕你刻在心上 怕心不太暖 不能就偶尝 有力就做了 不管在哪里都是天堂 有力就做了 有力就做了 一切分离都不需要思量 有力就做了 一切分离都不需要思量 不需要思量 不需要思量 那一个呢 就做了 不需要思量 没有 腻尝尔